非得早餐 我是同学农民国109年6月3号星期三 好那星期三的时间 长时间的非得早餐 星期三七点钟的时段 我们把跟这些 跟你钱有关的议题呢 都摆在这里 那国际经贸 国际财经的资讯 科技 理财 投资 那都会摆在呢 星期三的七点钟的时段 那我最近在看的 我最近看 看的书 国际政治地缘政治 跟哲学的书看的比较多 那财经书 我最近看的就这一本 这本书呢 叫做从iPhone 汽车 到香蕉的贸易之旅 一本破解关于贸易逆差 经贸协定 与全球化的迷思 现在的书啊 的书名都又臭又长 我知道我念完 你也不记得了 那总而言之 就是一本 一本跟这个 就是说全球贸易 全球贸易史有关的 而且是 而且是美国的贸易史 好 那这本书 那作者呢 是叫做 弗瑞德 霍赫伯格 这是翻译的名称 我把它 我把它这个名字 那这个 弗瑞德 Fred P 那 Hogberg 好 那 霍赫伯格 这本书呢 上周 上周翻译 那 弗瑞德 霍赫伯格 是谁 好的 待会儿呢 花点 谁介绍他一下 因为 因为 看了他的一个 一个背景 看了他的书写之后 我觉得这本书 可以让大家 对于 今天美国 所发动的 全球贸易战 美国不是 只对中国发动 中美贸易战 美国是对全球 都在呢 都在呢 调整他的 全球贸易的策略 那美国 作为超级大国 当他 当他呢 改游戏规则 说他只好 跟着改改规则 因为他定规则的人 今天的国际秩序 是以美国利益 为中心 所形成的 一套分配体系 这个我已经讲 很多遍了 你要认识秩序 两个字 秩序的后面 是利益 是分配利益 的方式 叫做秩序 好 那美国呢 美国改规则 全世界只好 跟着改 不改的呢 就是被他修理 好 那我们要认识 就是说 那美国为什么改呢 就是说 这样子对美国 有什么好处 美国到底脑袋 在想什么 那1945年之后 大家跟着美国 所设定的 这个就是 全球主义的游戏规则 一路走到了 走到了今天 大家都觉得 世界大同 已经关前在望了 但突然间的 美国呢 又又又又转弯了 而且转弯 也没有打方向灯 所以大家呢 有点跟不上 好 美国的那种的 那种的贸易思维 他根深蒂固的 在这一块呢 就是说 美洲的殖民地 当白人到了之后 开始建构其他 以美国现代的 观念的美国 跟其他的地球上的 其他地区 发展关系的时候 他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呢 大大有助于你的理解 好 那iPhone汽车 到香蕉的贸易之旅 这本书 那为大家呢 导读这本书的 那要特别介绍一下 好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呢 是雷浩斯 雷浩斯来在我们的线上 跟大家打招呼 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小龙哥好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过去看雷浩斯 我总想应该是一个 嗯 一个 一个 一个四五十岁 然后 嗯 应该是在 在投资的市场 应该打滚多 多年的 像我 像我看到的一些的 资深的投资客的感觉 不过后来 我发现并不是 我刚四十岁 刚好 对对对 算一下 对对对对 好 好 不过呢 不过我看到的时候 都还觉得呢 走过旁边的时候 就是觉得呢 是一个是个很年轻的年轻人 好那雷浩斯呢 是 现在是专职的投资人 然后 你是 你是师大毕业的 我是 应该算 以前叫台北师专嘛 国北师 师大隔壁那边 对 那 那 那为什么 当老师这么不务正业呢 为什么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刚好就是流浪教师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啊 像我去考一间学校四个缺有上千个人去考 那个一定考不上的 而且我那时候还要当一年半的兵啊 那不可能等你一年半这样子 所以 所以你那时候那也是排队的流浪教师啊 超严重的 就最严重的时候 那好惨啊 对啊 就 就很惨 是真的蛮惨的 对 就台湾在扫子化之后啊 然后 然后流浪教师泛滥了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消化完 之后你开始 你开始投入到这个投资市场 所以 所以在投资的市场里面 你找到了自己的天空 我主要 应该说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的学长我开始教我做一些投资 然后 我后来就去教 教电脑补习班 就是巨匠嘛 然后就做 还有就是去上班 然后开始 好好的把这些薪资所得 拿来做一些股票投资 那刚好成果还不错 这样子 所以 现在就是专业投资 对 现在几乎时间都用在投资上 那 这波的 这波的全球股市的崩跌 有伤到吗 其实这个崩跌要讲伤不伤到 账面上损失是一定有的 毕竟你做多是一定有 不过我就趁机把投资组合调整到更强大的公司上 应该说我投资组合 未来增长力我认为是更强大的 所以我是不太care短期上的一个波动 而且这几天来讲 他账面损失也都回来了 OK 好 那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一下雷浩斯 就是 当然现在的 现在年轻像雷浩斯这年纪 已经慢慢的要准备步入中年了 青壮年的时候 但是在过去的这20年里面 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人是辛苦的 因为要摸索出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不像我这个世代是很刻板的 是既清楚 但是又刻板 清楚是说你就是知道你中学毕业的时候 你要考一个好高中 考一个好高中 你要考一个好大学 好大学毕业之后 你知道你除非身体有问题 不然就要当了两年兵 当了两年兵之后 你就知道全世界都会告诉你说 赶快找工作 好那大家就赶快找工作 找了一份好工作 如果你有好大学 你就知道你大概不会有一份太差的工作 找了好工作之后 然后成家立业好的规则道路 就是这么的清楚 刻板你很难去想别的事情 想别的事情 周围的压力就开始 往你身上排山倒海的过来 不过在你们这个世代就不太一样了 那些的道路都变得比较的模糊 但是可能性也比较大 好请雷浩斯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第二我要问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对这本书的感觉是什么 一开始我不是那么的懂贸易这个议题 毕竟我其实不是念国际贸易相关的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带给我蛮大的帮助 因为像刚刚香隆哥介绍 他是进出口美国进出口银行总治长 以前总裁做了八年 所以他对贸易跟贸易所需要的融资很了解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本书它写得非常的好 像它在中间后面的部分 它透过六个商品是告诉我们说 贸易的重要性跟供应链跟一些贸易它大概会带来好处 当然也会带来坏处而且好处跟坏处在政策制定的前面的时候 即使你再怎么算都可能会产生误差 也就是说贸易产生出来的赢家跟输家的结果 会超乎你原本制定的政策预期之外 一点点 但是它很重要的是它很希望说 能够让别人了解贸易真正的重点 例如像一些文字上贸易赤字这些 赤字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很不好 但实际上贸易赤字跟负债赤字是两回事 这边产生出来的一些误导 以及到最后有一些无情的事情 我觉得说其实像它用很浅显的故事的方式 去告诉你这个贸易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蛮喜欢这本书的 当然这个作者本身的经历 他自己不是做贸易 但是他是在为进出口贸易做融资的 是欧巴马时代 2009年被欧巴马任命 担任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总裁 8年 是这个机构 这个等于是半官方的机构 历史上面任期最长的董事长 所以除了当然在介绍里面 谈到他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 没有错 在欧巴马任内的时候 其实即使欧巴马也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上来的 可是那8年的时间 美国的失业率一路降低 你现在看到的Donald Trump任内的失业率 除了最近的疫情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失业之外 原来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4以下 那个不是从欧巴马 不是从Donald Trump开始 从欧巴马的失贷就开始了 所以欧巴马在这方面的操作 看起来呢是成功的 好那这个呢 这个Fred呢 Fred他的他的这个这个经验 他最早的时候呢 他在柯林顿政府执政的时代呢 他就已经担任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副署长跟代理署长的工作 好之后呢 他在2017年的2017年跟2018年分别担任了西加古大学的政治学院 跟哈佛大学的甘乃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研究员 负责主持全球贸易政策的研讨会 也曾经担任纽约的这个就是新学院的国际事务管理跟都市政策的院长 五年的时间 好我们回头来看看这本书 以他的经验呢 因为他我把他我把他定调为一个美国的贸易史 好基本上他他对于美国的美国的贸易的贸易观念的变迁 以及的美国的对于国际经贸事务的那个就是说呢 国家理解的形成 那个呢是一个是一个呢 两三百年慢慢累积呢 一个渐进的过程 美国人的这种的这种的国际贸易的思维 你能够呢简单的讲述一下吗 首先在这里面他直接讲说美国跟别人进行贸易里面 他最重要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超级简单就是地理 地理 因为美国地理说真的 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环境 然后周围对他像加拿大那些对他的友善度还比较高 然后再来就是他他本身的土地带来一些多样性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所以这是形塑美国以前历史到现在贸易政策的一个要素之一 那当然第二个要素就是后来他开始的各种的帝国 美国的劲敌包含一开始的大英帝国 和后来像第二个劲敌其他列出来是他自己 就是美国本身南方跟北方的一个竞争上的一个利益冲突 第三个要素是像他的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第三个竞争就是苏联 那因为苏联当时跟他产生了一个竞赛 在这种竞赛上面的话 他们双方的各种不同的主意 使他们政策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分歧 分为像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以及后来的第三世界 第四个来讲他的虽然第四个竞敌是他自己扶持出来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讲 虽然早期来讲 苏联当时来讲 有点像是那种恐怖主义里面的超级坏蛋角色 他们演出来的角色 然后当他们在扶持日本人的时候 反倒是出乎他们自己的例外 因为他们的竞敌日本最厉害的地方是品质 而且在当初日本是很奇妙的 因为他在战争的时候被击败之后又被核弹摧毁 结果因为当时一个扶持就整个又拉起来了 而第五个来讲是 在书上告诉我们 他第五号竞敌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中国 那这五个一个竞敌的演进 导致他们在贸易政策上面有很重要的逐步的改善 从早期的原物料到后面连科技的技术 以及法规上面都已经进入一个贸易战的最重要的分野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眼镜 对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会做得更加了解 好 贸易对一个国家来讲是必要的吗 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他里面介绍了六个一个简单的商品 来告诉我们贸易的重要性 第一个是他们很喜欢吃的一个沙拉 那个墨西哥塔哥沙拉 那在这里面来讲 这个沙拉这个东西呢 它上面虽然只是水果嘛 蜗具和各式各样的一些小东西 可是因为这样一个贸易的东西 让所有的食材永不断货 那当然别人会讲说 美国它那个地大物国 他们东西那么多 他应该可以自给自足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们可以 他们如果不贸易的话 他们可以帮美国关起门来自己玩 可是就算这是一个错误的论点 因为就算他们的番茄 举例来讲 他们里面要举例到番茄 他们的番茄产量非常非常大 可是在产生一些 那个例如天气的那个变化的时候 会导致产量暴跌 即使你能够自给自足 数量还是不够 所以第二个则是多样化 多样化就是各式各样产品的多样化 他那里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当初苏联的叶尔勤 到他那边去逛了一下超市 突然发现一件事 逛市里面的气势 跟各式各样的种类 就非常非常多 达成了一个多样性 在我是一个投资人 我自己知道一件事 所有的竞争优势里面 如果你能够取得多样性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竞争优势 因为你可以选择东西变多了 当你选择东西变多的时候 你意外东西的一个短缺 例如你缺乏一些食材等等之类的 你的状况就会 风险就会降低了 对会大幅度的降低 第二个是 这种多样性可以让你的整个文化 变得很丰富 像你买的东西跟你吃的东西 你的巴西坚果旁边摆的中国核桃 绑着异度腰果 然后摆的纽西兰的羊肉 跟加拿大的鲑鱼 光听完就觉得很想吃早餐 如果你想要像这样一个多样化 会让一个国家具一个领先的地位 然后也能够让人民产生一些 好的一个 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 虽然说或多或少 有些人会成功 有些人会失败 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 其实整个国家内部的弹性会领先 对应对跟变化也会领先 好当这本书的这本书的作者 他本身也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他的书的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 他作为一个移民家庭 移民家庭到了美国这新大陆之后 如果去摸索在这个地方的生存之道 所以他们家里面开始做皮革 做皮剑 然后最早发展出这种的客制化的皮剑包包 可以打上名字 打上logo 之后他们家在这个领域里面 看起来也赚了钱 也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业当中 站稳了脚跟 不过终究是制造 但是如何能够创造更大的量 这就是得要靠贸易 不过美国在谈贸易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的基本概念是重要的 就是说为什么有需要贸易 因为就是说互通有无 让自己的多样性增加 好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但是政府扮演的角色 政府本身会抽税 那关税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川普 川普自称是关税人 他非常喜欢动用关税 但关税这个字在现代的 现代的就是说这种的经济理念上面来讲 关税好像被当作是一个坏的字眼 视为恶 就大家觉得说 在过去1945年之后的全球化的过程 所有的全球的经济讨论 基本上面都是朝着如何打掉关税 打掉这个所谓的关税壁垒 如何朝着全球一体化的 这个自由贸易的世界迈进 大家都朝这个路上走的 所以关税基本上面被简化 那也被丑化 但是川普现在又把他给搬出来了 我们看到美国史上面 美国的历史上面 其实 我也想说不要忘了 川普是共和党 林肯也是共和党 好 那这些都是共和党的背景 可是在美国的政治史上面来讲 关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他地大物博 他出口的东西这么多 可是每当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时候 美国就是说几乎有周期性的 就会躲回到孤立主义 躲回到保护主义的范围里面 为什么 我觉得最早来讲 因为我们对关税其实是有迷思的 大部分人会认为说 关税是外国人要付的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这个迷思 但实际上 关税是对一个国家 买外国商品的本国消费者 和进口商科的一个销售税 也就是说关税一旦提高的时候 其实是美国的人民和进口商 他们要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 因为关税本身 它是站在自由贸易的对面 也就是说关税越高贸易就越低 那关税的功能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国家 某个部分的产业和世界其他东西隔绝起来 可是就算隔绝起来的话 外在世界它还是会继续变动 而且变动速度更快 会把人甩到一边 那如果某个产业 某个产业它 虽然它可能会用关税 暂时保住它 让美国企业暂时某些部分 不会灭顶 可是它也不可能产生适应力 就像被笼子关起来的动物一样 不可能学会在自然西地 要学会的一个技能 因为你习惯被保护的话 就人性来讲 会希望维护住这样的一个保护 而关税的话通常也会被 另外一个科关税的国家 用报复性关税来回敬 这么一来 美国制造品的一些产量跟销量 都会开始下滑 那国内后端的工作的一个机会成长 也会因此停滞 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点子 以关税来讲 那关税来讲最重要 因为其实像在里面也说过 即使川普的一个首席经济库 赖瑞库德洛在上新闻的时候 他也直接讲 他的确同意 支付关税的不是中国 是美国进口商 美国企业实际上是被加税的 而且很多时候是被转嫁到 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所以两边为了关税这种事情 本质上都会付出代价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很多人的生计 其实会因为贸易战 而受到自我的一个重创 可是因为关税的迷思是 大家都以为关税是外国人去付的 所以在这种迷思的状况下 他们在精神上以为自己胜利了 但是实质上产生的后座力 可能会蛮大的 但是关税实际上面来讲 对现在的主权国家来讲 几乎都有关税的设置 那真正的就是说 把关税都拿掉的这种的 这种的所谓的 像是最近的 最近美国政府在讲的 香港的这个所谓的关税领域 要就是说呢 就是取消了对香港的关税的优惠 因为现在在WTO的架构下面 只剩下四个自由关税领域 一个是欧盟 另外就剩下香港 澳门跟台湾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税领域 除了很少数像香港 基本上面是零关税的 其他所有的主权国家来讲 大概都有关税的设置 或多或少 把关税当作是一种的谈判筹码 如果呢 如果如果关税最后 既会惩罚到 就是出口商出口国 但是也会呢 惩罚到进口商进口国 以及呢本国的人民 那为什么还 还是没有办法关税 完全都拿掉 而且像美国现在 动不动就是拿着关税挥舞 我要进一家广告 广告回头 回头做这本书 从iPhone汽车呢 到香蕉的贸易之旅 它的一个副标题 一本破解关于贸易逆差 经贸协定 跟全球化的迷思 但我们呢 再花点时间呢 再呢 再多理解一下呢 关税 美国现在寄出关税 打中美贸易战 美国的理由 是它的贸易逆差太大了 贸易逆差到底该怎么看 进广告回头聊 贸易资的早餐 我是Danalo 贸易之间事情对我来讲 是有一点 有一点亲身感受的 因为我在 我在从事新闻工作 30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在进新闻工作的时候 报社的 报社的 这长官问我说 你对 你对什么路线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 我是念政治学的 我念 我念国际关系 他们希望我去跑国会 希望我去跑党政 可是我说我不要 他问我说 那你比较感兴趣什么 我说 我想要去财经部会 我说 那是财经部会很多 那问我想去哪里 我说我想要去金建会 金建会是我们财经部会的路线 比较冷的路线 他说我说没有关系 我对金建会比较感兴趣 因为在金建会 虽然是一个冷 比较冷的财经部会 可是他基本上面 他是一个国家的 总体经济思考的 大脑 那在当时的金建会 是有这样的角色的 所以我那时候主动的争取 我要跑金建会 之后跑经经部 跑经经部的那段时间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 在争取加入WTO 那时候还不叫WTO 那个叫做GATT 就是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是在一个全球 在寻求一个超国家的经贸 经贸组织 寻求一个WTO 世界贸易组织 建立的前期阶段 他经过很多回合的谈判 那些回合的谈判 有一些回合在国外采访的时候 我是去过的 好 所以对于全球在如何建立 一个全球化的贸易规范 跟一个比较普世价值的贸易准则 这件事情 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的时间 全世界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方向 不过这个方向现在似乎改变了 不过我们先回头看美国 美国 美国呢遭遇到一个周期性的 回光反照式的这种保护主义 就是每隔阵子你就会听到呢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它是一个选举体制 选举体制里面呢 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一股激进的势力 这股的激进势力里面一定包含了 对于美国的就严重的贸易逆差的不满 觉得呢外国人都在呢 都在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 在美国的美国身上的掠夺美国的资源 在剥削呢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利益 然后呢在廉价的从美国身上呢 就是说呢赚赚美国人的钱 那美国呢这个贸易逆差呢 这么的严重大量的美国的美国的这个 就是说呢资金呢都往外流 好那这种的这种的论述 每次选只要这种的贸易逆差论出现的时候 他总是会很做总是很很吸睛啊 就像是刚提到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 当美美国开始要修理日本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贸易逆差论 这种的逆差论大行其道的时候 那用逆差呢去敲打日本压迫日本让步 日本让步了 日本之后呢甚至于呢 因为让步而导致日本的某种的泡沫经济的提早的结束 日本的崩溃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办法复原 好现在用相同的态度跟相同的手法 现在呢在敲打中国 以及中国以外其他的其他的盟邦 贸易逆差到底怎么一回一回事情 如果从一个贸易论述的角度来讲 这个作者告诉大家如何去看待贸易逆差 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贸易逆差 也就是说其实他应该讲 在这里面他谈一句话就是贸易赤字 贸易赤字 那个贸易赤字大家一听到赤字 很容易跟金钱的损失划上等号 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是亏钱 因此像当贸易越多的时候呢 很多国家因为各国的法规不同 容易请一些小小的纠纷 当这纠纷跟贸易赤字这种讯息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需要用各种工具去调解他 那当然呢我们在谈贸易的时候 这个赤字很容易变成一个纠纷的借口 但其实贸易赤字 赤字听起来很像是负债 但其实不是负债 而是讲一个国家进口的财货 或服务的价值跟出口的一个差距 但是他并不能用来衡量国力 或者是弱势或是偿付能力 比方说好了 如果我去7-11买东西 那我跟7-11就会产生了贸易赤字 因为7-11不会跟我买东西 对所以我付出了大量的钱到这边 我就产生了一个赤字 但是我不代表我是有一个负债 那在这里面来讲 他们美国跟中国这边讨论的部分 是他们会认为说 OK我买了很多不在美国生产的产品 而美国的他们就会认为说 他们造成了损失了 这里有两个点要讨论 第一个点就是供应链 在这本书里面他举例iPhone的供应链 来做贸易赤字的误导 原因很简单 因为iPhone的供应链是非常非常多各个地方的 例如像他举例的说 OK好iPhone的记忆体 有日本东芝 有海力士 那当然组装上面是中国的劳工跟零工 然后接着呢 用美国的康宁的一个玻璃 所以你真的要讲的话呢 实际上这些东西 他所有的东西 你真的要算的话 其实是多国贸易赤字 但因为他最后在上面 制造的部分呢 当然你可以说 他是进口式中国的一个产品 但是实际上 他是一口气整个供应链里面的其中一站 应该可以说他是最后一站啦 那当然像川普他希望说 库克把iPhone的一个 或者是Mac的生产线 迁回来 迁回来美国提高他们就业机会 他们一度上有想过这件事情 可是呢 苹果发现一件事 美国的供应链 他没有办法提供 组装电脑用的客制化小螺丝 因此光因为这一个螺丝短缺这件事情 他们在德州要制造Mac电脑 这个计划就得延迟好几个月 因为螺丝短缺 它必须跟中国订购零件 所以美国制的电脑这件事情 因此产生很大很大的困扰 第二个就是 因为现代的电子化供应链 它需要一些基础建设 那个基础建设 很早之前就是整个亚洲 砸下了大笔的时间 跟金钱上的投资 例如像我们的电子五哥 一路做过来这之类 已经把这个供应链 组装起来了 大部分人可能没想到 苹果光连一个小螺丝没做好 就可以让组装电脑厂 这件事情炎蒂好几个 所以真的在考虑贸易 赤字这件事情的时候 整个赤字其实是 全部的一个 好几个国家产生出来的 一个贸易赤字不能只算单一国 但是在产生纠纷的时候 大部分人很容易用 单一国这件事情 去做一个借口 那接下来呢 他们就会再进入一个 保护主义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我们在 简单来讲的话呢 各国在情绪上 就产生这样一个激烈的波动 好可是我是这个 你刚刚雷克斯讲的 或者这本书里面 在所描述的 是从一个 一个很 很经济学的 很理性的思考 告诉我们说贸易赤字 到底是什么 可是在实物上面 在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讲 一个国家 当他出现大量贸易赤字 或者对另外一个贸易国 始终呈现赤字形态的时候 这个被赤字的这个国家 就是买商品的这个国家 他很容易就会 煽动起一种巨大的不舒服 就觉得 为什么都是 都是你赚我的钱 就这种的逻辑 是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 这么的清楚 这么的深入 深入人心 以至于从一个 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讲 去理解赤字这件事情 变得非常的困难 大部分人可能也 无心如同雷克斯 刚刚所说的 这样子去理解 那这种的 这种的 如果说 如果赤字本身 是可以这样子去 去用经济理性的方式 去解读的 它为什么总是成为 国际贸易冲突风暴的根源 我想这个东西 因为背后成因错综复杂 所以大家大部分来讲 都头很痛 因为光是一个议题 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不讲国家 光是两个不同的人 他都会对一个议题 产生不同的看法 那一旦牵扯到背后 例如秩序 利益 和保护主义 这些东西 那就会更头痛 像这本书在早期 前面讲的时候 例如像TPP 这种协定 在川普上任之前 大家都是为了要 维护一个相对 相对大家可接受的 一个协定范围 那川普一出来 他真的是非典型 他就是直接跟你讲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这导致产生这样一个 贸易赤字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到最后来讲 第一个是 像他举例 他有举例 鸿海设厂这方面 在这本书里面 举例鸿海这边 那当然当初 他也提供 威斯康星州 他也提供了很多的 一个优惠 跟各式各样的 一个税减免 补助等等的 但是到最后来讲 在美国执行这样的话 就像刚刚我们讲 它没有像亚洲的基础建设 所以在这边变成说 即使你过去当社场的话 利益良好也不见得 会有良好的结果 这本书里面 一直要强调说 就算你希望贸易 带来良好的利益 那当然是最好的 但会不会有良好的结果 真的是还需要调整 因为贸易政策出来的成果 就跟天气预测一样 对很难忘 每一个都非常的精准 可是如果你要让贸易 真正做到好的成果 最重要就是每个人 都要能够理解 贸易带给你的好处 就像之前我们讲过了 第一个就是它的多样化 也就是说你进来的 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果 这样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产生出来的一个多样化 但这样的多样化 背后会有一点点的阴影 一点点阴影就是 在各的地方 例如像我们亚洲的生活水平 或者是我们的工厂的人权 都没有像美国那么的好 这也算是一种阴影 然后再来就是 各种数字上产生贸易 次质上的误导 以及到未来很有可能 我们除了硬食硬产品 例如像一开始产生出来的 香蕉那些硬产品 以及科技这样的硬产品 到最后例如像他讲 冰与火之歌 这样的一个软产品 它都有可能是贸易的结果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只出产一个单一国家 所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样一些错综复杂 的一个状况下 在我们这种做投资的里面 巴菲特他曾经说过 一个议题或者一个标的里面 可以分为第一个他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他没有办法理解的 第三个是他这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贸易真的是牵涉在一个 他实在是太难了 他跟健保议题一样 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议题 好在我们线上的是雷克斯 我请雷克斯为大家导读 我最近的读的书里面的唯一的一本的财经书 好那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 Trade Trade is not a four-letter word 就是告诉你说 贸易没有这么简单的意思 不是像你讲的这么的简单 好那这本书的中文的翻译的书名 从iPhone汽车到香蕉的贸易之旅 一本破解关于贸易逆差 经贸协定与全球化的迷思 雷克斯在现场等一下 我要再进来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这个作者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说比如现在的中美贸易战 是全球贸易对抗的主架构 大家都在关注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的发动 从Donald Trump的发动点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从贸易逆差下手 他说你中国一年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 从三千多亿四千多亿 他说美国已经受不了了 美国已经被你多少年的时间 已经赚走了几兆的钱 我们还要继续容忍下去吗 那中国是一个很烂的贸易伙伴 是一个不公平贸易的对手 这样的一个论述对吗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请到雷克斯 好来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现场的是财经作家雷浩斯 雷浩斯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这本书从iPhone 汽车到香蕉的贸易之旅 一本破解关于贸易逆差 经贸协定以全球化迷思 雷浩斯最后我问一下 就是说这里面 作者也试图的去提到 因为美国从特朗普上台了之后 川普上台了之后 很明显的标定中国 作为一个不公平的贸易对象 觉得这是一个很烂的贸易 贸易的对象 他生产大量的便宜的东西 倾销美国赚出美国非常多的钱 好那这样子一个论述对嘛 就是说贸易的对手有好坏吗 贸易的对手 我觉得是看条件而定 但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这个作者 是一个很宏观的好人 他不会只说单一的 把对方说这个条件最好 或这个条件最差 他这里面要说 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事实 就是在中国制造iPhone 对美国来讲是个好事 这样的一个好事 就是他可以创造出快速廉价 又有效率的电子产品 而美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些供应链里面 有大量的能够瞬间招募 上万人快速的一个工作 并且补贴 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的人可以享受低廉价格的iPhone 跟其他装置 所以他在这边告诉各位说 要记得这些供应商 他们不是敌人 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捞走多少利益 所以美国人如果只用 自己生产的一个东西 OK你的贸易力 它的确会改变 那你的数字也的确会改变 但是产品最终的价格也会上涨 导致最终消费者可能会因此受损 这边是他提出的一个 在iPhone这样的一个章节里面 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点 好那在现在的美国的这种的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以及不断的在全球贸易当中 采取就是说退群 以及撕毁协议的方式处理 你也如果你看到有关于川普的 一些的公开谈话 或者比较内幕的报道 他对于1945年战后的全球主义 他是有非常强烈的不满跟不屑的 好那他的思维基本上 以美国利益为中心 那战后的这种包括以WTO 好不容易所形成的一个 经贸联合国的架构下面的自由贸易 过去我们都在全世界各国都在比 就是说自己的FTA的覆盖率 那台湾也一直因为自己的FTA的覆盖率不够 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比他短一节 但是这个全球主义 FTA以自由贸易为核心信仰的 这种的全球经贸的规则或者信仰 结束了吗 这个论题就像我刚刚来讲 我认为它实在是太难了 难道这个不是我能够解答的一个能力范围 不过我可以确定一件事 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更具备弹性对话的能力 弹性制造跟弹性 不单单是台湾 其实作者本身他也认为美国必须要更具备弹性才行 所以他在这边直接讲说 贸易过去的贸易跟科技革新所产生出来的影响 很像会心相撞 那如果来撞得更大的时候 会逼着把我们所有的从日常生活轨道给逼出去 逼着大家调整生活跟生计的方式 例如像这次疫情来 我们就很习惯的戴口罩了 人类会进化 所以在这边来讲 他说你必须要终身备战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储存长久可以使用的技能 同时也要忘记 其实大家是在同一艘船上 不能够丢下任何人孤军分担 所以在这里来讲 他认为工部门以及国际贸易的一个场域里面 你必须持续跟对方对话 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当然我认为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我认为保护主义是不好的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保护主义而兴盛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 那当然以弹性的观点来讲 我还是认为对话跟弹性 以及尽可能的发挥一个地方的优势 会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以实际上的情绪来讲 一个自由主义抬头到一段时间 保护主义就会反冲一段时间 保护主义反冲了一段时间之后 加一个阶段又会再度的循环 我觉得是当时的环境 政经以及人性产生出来的一个波动 循环波动 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好 这个让大家 但这本书 这本书我刚提到是我最近了 最近这一两个月吧 我大概唯一读的一本 跟经贸易题有关的书 因为我觉得作者本身的经验跟视角 以及谈论国际贸易的方式 有助于我们的深入简出的去理解 就是说国际贸易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平常在谈的一些的贸易逆差 谈的一些的经贸协定 或者贸易冲突 或者说全球化的议题等等 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书的一开始 他甚至有几页的时间在做名词解释 所以你觉得对于一些的 就国际经贸的议题的专用名词 你听了之后可能觉得头很昏的 没关系 他一开始就有名词解释 方便你去理解跟查阅 书是上周出版 好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 从iPhone 汽车到香蕉的贸易之旅 一本破解关于贸易逆差 经贸协定与全球化的迷思 好 感谢今天在线上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现在是专职的投资人的雷浩斯 雷浩斯 感谢 谢谢湘龙哥 好 下回再麻烦 感谢 来 我们进广告 回头新闻 谢谢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